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那一份坚毅不挠 奋斗到底的精神却是他们迈向巅峰的共同之处 或许一般人很难想象有溜溜球居然也能够溜进国际知名的太阳马戏团吗 这位是台湾溜溜球玩家段志敏 他不仅办到了 在2022年还一路过关枕架 成功夺下表演艺术组的世界冠军 难能可谓的是呢 他还同时获得了最佳创意奖跟最佳娱乐奖 而回首过去 长达25年的坚持练习下苦工 赏支持明不仅是用实力跟创意把自己推向了巅峰 更透过了世界行动展现 即使是再简单的东西 只要坚持不懈怠 都有可能实现心知所向 因为小小一科很多人小时候都曾经玩过了溜溜球 到他手中 无仅溜到了战上世界舞台 更是溜出了世界冠军 溜溜球在段志敏手中变出各种花样 让人目不暇迹 不论是单手 双手 甚至两颗同时操控都难不倒塌 第一种就是我们称之为单手线上花式简称1A的玩法 那他用的球就会呈现一种就是比较我们称之为叠意识 你会看到会比较宽 单手线上花式是段志敏最拿手的项目 花招多变 除了一般来回甩动外 还能把球体放在纸尖利用绳子做出DNA造型 现在你这招有什么名称吗 这招叫DNA 它看起来很像一个DNA的图形 就是第二种叫做双手回旋花式 会用这种形状的溜球是因为我们在甩动的过程当中 会需要它有一个旋转跟稳定的动作 第三种玩法是双手线上花式3A 要用到两颗溜溜球 彼此会容易产生碰撞 耗损率高 除了它球很容易会彼此撞到以外 它在练习的过程当中也会特别容易打结 所以就是会花很多时间 然后又花很多金钱的一种玩法 第四种离线溜溜球4A 玩法类似扯铃 丢得出去收得回来 第五种5A则是离手玩法 整颗溜溜球会和绳子一起跑出去 五种主流玩法 全都有涉略 底子深厚 35岁的段志敏 是2022年线上溜溜球世界大赛 星客冠军 舞台上两位表演者像是在较劲一样 左边的用溜溜球做出花样招式 右边的人马上模仿回击 但其实仔细看会发现 两个其实是同一人 是运用剪接手法呈现出来的效果 那这次是采用线上的方式举行 他们也破天荒的给我们了一个 一个很特别的规则是我们的影片可以剪辑 对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大家其实除了自己本身溜溜球的创意以外 那还加上了一点就是有一点是 看你怎么拍你怎么剪的那种创意 原来画面的左边都是正常的动作 但在右边是倒放动作 而且一镜到底要能完全搭配上节奏难度相当高 倒放的那边他的第一个动作是把一个排在地上的 上面的end就是结尾的那个字样抹掉然后丢掉 这样他倒放就会变成我一抹他又回来的那种感觉 就为了这个效果我每一出发都要先抹掉丢掉 那有时候一抹一丢没丢好 那要重拍那我就要再重新拍那个字 镜像加倒转具有技术难度又有趣味性 让段志明获得世界溜溜球大赛表演艺术组的世界冠军 跟南瓜最佳创意奖最佳娱乐奖 打破同一年度在表演艺术组最多的获奖纪录 那表演呢他其实虽然说没有这种难度 可是以溜溜球的世界赛来讲 他其实还是会看溜溜球的难度在做评分 所以在要保持一点难度的状态底下 我们又要去设计表演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比较困难的 最后成绩真的公布出来的时候 我会当下其实是有一个终于尘埃落定 终于结束了我终于完成这个梦想了 所以其实当下的感动会比较是自己内心的一个激动 段志明夺冠后 新年期间回台站坐休息 而成就冠军的幕后推手 其实是志明的妈妈 不过妈妈十分低调 只愿意透过试顺的方式分享心情 对第一时间我是问他说 这个第一名 这个世界冠军有奖金吗 我想像天下父母心应该都差不多 就是希望小孩子 除了自己有成就玩得开心以外 当然能够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可以就是坚持自己的梦想 对所以他其实也是好奇 然后其实有的时候是开玩笑的问题 35岁的段志明在10岁那年 接触到溜溜球 照片中最右下角黄色外壳的小旋风 是妈妈买给他的第一颗溜溜球 好像是我记得好像是三年纪重用 然后那个时候 因为我觉得小孩子玩这个很不错 等于可以训练这个手眼协调 那个时候有一个小故事就是 很快溜溜球不流行 他们比赛办完了 厂商钱赚到了 他们不卖了 然后可是溜溜球需要他的绳子 也需要溜溜球 就算你很省得用好了 绳子也一定会坏掉 然后我就有一段时间就买不到绳子 所以其实我中间有停过大概两年的 差不多两年的时间 溜溜球在台湾一度退烧 段志明回忆 大概是到了他国中阶段 因为日本推出相关的动漫又再次翻红 他也参加比赛拿到亚军 逐渐开始聚集志同道合的朋友 一起交流一起练习 现在是在练习还是在即兴的 对算是即兴的 收 久不完会很痒 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 这句话用在段志明身上再适合不过 他保持热情 马溜溜球从兴趣变成事业 在2015年收到太阳马戏团的邀请 他们一开始问我的时候 是问我说要不要参加他们的某个晚会 所以那个时候当下的感觉 我以为是一个一次性的表演的合作 所以对我来说并不是非常陌生这种形式 只是他的差别是在国外 那我以为是就是去演一场 或是去演一个档棋就会回来 但我没有想到他是一个很稳定 然后很长期的工作 段志明当年是第一次参加世界669大赛 在业界并非特别有名气 加上连决赛都没有闯进 心情正低落 没想到幸福来得太突然 他反倒觉得有些意外 在中间有一个小过程 就是他要我自己去办 就是美国签证的这一块 因为他们已经就算帮我沟通好了 我还是要拿到资本的部分 然后他就说好 那他们已经弄好了 但是钱要自己去转账 要现场付 他就说你准备6万块 6万多多多少 然后到某个地方去缴 瞬间我就警觉心就起来 6万多块 这该不会是诈骗吧 最终只是自己想多了 也听错价钱 到外交部佼佼6千块的费用后 顺利办理完手续 和团队踏上了 征战世界的旅途 所以它来到Yoyo的男人 它是他的转换 然后他还能被他转账 来看看他做的 买到他做的 买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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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买到他 买到他 他买到他 买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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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了我 不一样的感觉是因为 我之前做的街头表演 或是我之前做的商业演出 其实是自己表演没错 但是整个节目来说 我也就是我 focus在我自己 但是在太陽馬戲團的那種感覺就不太一樣 就是變成我是整套表演中的一環 我的表現只是為整個表演當中的其中一個部分加分 下一副計畫是怎麼樣 征服群世界 你也征服群世界啦 征服宇宙 征服宇宙 宇宙冠軍 他其實很多想法都就是蠻堅持的 然後可能有些人會跟他說 我覺得你不要做這個啊 我覺得這個不好啊什麼 可是他自己 雖然表面上好像 嗯...好...可是他還是做自己的東西 就是玩溜溜球玩這麼久 很常會有一些時候我會為了別人而玩 我會為了主流而玩 我會為了表演而玩 我會為了誰會什麼我不會而玩 我會為了誰瞧不起我不會什麼而去練什麼東西 但其實真的在完成了這個成就之後我發現 終究是只會想要做你自己想做的 那你就好好的去把你想做的做到最好的 小小的溜溜球在段志明手上旋轉出龐大能量 拿下世界冠軍後他並不自滿 希望未來有能力幫助對表演藝術有興趣的年輕人一起圓夢 並讓更多人認識溜溜球造就更多的台灣之光